不生气就不生病,这句话不是谣言,是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、博士生导师,好万山五十年从一经验的总结,好万山教授有学与欧美,亲眼看到很多人因为心理情绪,不好引致,以身疾病,今天好万山教授有五句话,送给我们中老年人,很有知道意义,病都是自己做的,不做就不会病。 俗话说,五十岁以前人找病,五十岁以后病找人,生命的开始就是衰老的启动,要生抗衰老是一辈子都要做的事情,长期的昼夜颠倒,饮食无节制,运动上,都会引发疾病。 这都是对自己身体的摧残,都是在做病,现在大家就明白为什么一定要强调养心,也许是很难做到,但至少是在脑子里有这根鞋,能时刻提醒自己也是好的,真正高明的医生并不在,在你身体中。 好万山教授说,人渴了要找水喝,饿了要找饭吃,这都是人体的自调机能在发挥作用。 这不仅是中医的思想,也是现代医学的观点。 现代医学之父西伯克拉底说,疾病的痊愈是要通过自身的自愈力,只是在旁协助而已。 所以说,真正高明的医生不在,而在你的身体之内,最珍贵的灵丹妙药不在药典,而在你的身体之中,就看你会不会利用,情绪不爽,会导致肝病。 有人曾做过这样的试验,把动物和肝脏切除后,将原本应当是进入肝脏的门静脉和腹部的动脉直接相通,心脏就立刻胀胆而静脉血运积,动物很快就死亡了。 可见肝对血循环量的调节作用是多么重要,情绪不爽,生气郁脉的时候,也会影响肝的疏泻,而出现肝和肝经气质血节的情况。 不生气,就不生病,情绪是人的本能,但在竞争激烈的生活环境下,人的精神压力自然会增大,于是各种负面情绪会经常影响到人的健康。 好万山教授说,你看好多人,到处都抱怨,看啥都不顺眼,国家怎么这个样子,社会怎么这个样子,单位怎么这个样子,回到家就抱怨,家里人怎么这个样子,抱怨就是一种负责情绪。 他还说,世界卫生组织统计,90%以上的疾病都和情绪有关。 嗨,只要我们把控好情绪这个关,我们就可以不得病,不得大病,烧得病,晚得病,心要静,身要动,养心,静心,修心,调控意识情绪,本身就是一个养生常识。 可惜不被大家重视,所以才会出现治不好的胃病,伴随一生的烟炼,心静则生安,身安则体贱,心安体贱则败病少生,动能生阳,阳气旺盛而通达,则气血流畅,肌肉丰满,筋骨强健,心要静,身要动,营养均衡不过盛。 这是历代养生家提倡的三大法宝,上面这五条建议是好万筛教授五十年医生经验总结,情绪会为身体健康带来巨大影响,不生气就不生病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